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饰演令妃的女演员娟子 当年接拍还珠格格时 她以为自己签的令妃是女儿 结果到了剧组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戏份比她预想中少了很多 连女三都算不上 好在娟子本人比较敬业 并没有和剧组大吵大闹 而是安安静静地拍完 娟子算是五官精致身材高挑的大美人 第一部里面的令妃相当惊艳 看起来只比紫薇小燕子大几岁 可是到了第二部的时候 颜值下降得太快了 当年看到第二部第一集令妃出场时 还以为换演员了 第二部的令妃看起来又老气又疲惫 感觉比紫薇小燕子大了十岁都不止 还珠格格里面同样颜值变化大的 还有王燕饰演的情儿 第二部里面的情儿 当年一出场灵动得像一只小鹿 衣服配色也特别光鲜亮丽 即使灵心炉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 可到了还珠格格三里面 王燕气质居然同高贵的大家闺秀 变得带有几分香土气息 最以为傲的灵气也没有了 这部戏里面的她 总给人一种很疲惫 很想快点拍完回家的感觉 两个角色续集和第一部 颜值差距这么大 当年真的让观众有点费解 不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法政先锋作为TVB的长青剧集 已经拍到了第六部 但是口碑是一部不如一部 女主角的人选也是越来越一言难尽 观众眼中最好的女主 永远都是萌家慧的小柔 萌家慧是身材颜值艰巨的大美人 法政先锋一里面 她从楼上滑下来 然后又跳进河里的出场 真的是帅哭了不少观众 第一部的萌家慧造型服装在线 又美又英气 简直是美哭 可到了法政先锋二里面 萌家慧颜值就下滑了太多 眉毛化的相当粗像个男人 还解了丑到爆炸的短发 要不是萌家慧五官过硬跟本后的不住这位人的浮华道 相反法政先锋一里面只能算比较可爱的钟嘉欣 到了法政先锋二里面 反而出落的越来越有大美人的样子 难怪最后钟嘉欣会被TVB捧为五大花蛋 颜值还是能打的 据说法政先锋二是为了主捧蛇丝曼 才在戏份和造型上面打压了萌家慧 让萌家慧由绝对女主成为了边缘女主 陀江师姐作为TVB职场大女主剧的鲜河 捧红了关永和和滕丽明两个女演员 其中关永和演了两部 滕丽明演了五部 但颜值都一部不如一部 陀江师姐一里面的关永和 她饰演的俄姐造型很多 发型也比较多变 这个时候看上去甚至还很有少女感 个人觉得这部剧算她现代剧的颜值巅峰了 和欧阳振华太有CP感了 但到了陀江师姐二里面 发型服装就少很多 而且人设也没有第一部讨巧 关永和本人看上去也比第一部老了不少 据说这个时候关永和在跟TVB闹解约 因此状态和浮化道都比第一部差很多 还有滕丽明 陀江师姐五部曲 简直是见证了她颜值变化史 吴永远还是最爱第一部那个又灵动又英气的 陈三元女警 后面编剧把她这个角色越写越崩 滕丽明的颜值也是越来越拉胯 不得不说陀江师姐还是最爱前两部 第三部变成蔡绍芬以后 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再也看不下去了 《形式真机档案》系列 算是TVB早年职场就得比足了 前三部女主都是郭可颖 第四部才换成了萱萱 郭可颖饰演的女主高洁 算是整部剧系列最大的看点了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前两部的郭可颖 《形式真机档案1》里面的郭可颖 脸上还有西许婴儿肥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攻击性 她和陶大宇的CP简直是神仙颜值 两个人都把最美的形象留在行真里面 《形式真机档案2》里面的郭可颖瘦了 温柔的披肩发配上时尚的穿搭依旧漂亮 郭可颖在颜值巅峰 碰到最合适的装造 成就了经典的高洁 以至于剧里面每次高洁不讲理的时候 多看她两眼我都能说算了这么美 别轻了 《形式真机档案3》 郭可颖一人分饰两脚 分别饰演宁倩华和高洁 虽然演得也挺精彩 但戏份少了很多 而且感觉郭可颖突然老气了不少 发型妆容都不适合她 整张脸看上去不饱满了 就颜值来说 郭可颖应应该算是大饼脸型的巅峰了 但后来郭可颖一心减肥 导致瘦得太厉害 颧骨变得越来越高 面相也越来越凶 让人完全get不到她的颜值了 可到后来几年 郭可颖整张脸突然凹陷得很厉害 不明白为什么郭可颖要动脸 明明国字脸就很完美 她的气质也需要靠这方圆脸才能支撑起来 看到后期的郭可颖 真的觉得女演员没有美伤 实在是太可惜了 康熙微服私访记 是当年大红大字的电视收视冠军 该系列一共出道了五部 邓杰作为雷打不动的主角 也在四部里面都担任女主角 前三部邓杰饰演的都是一飞 虽然这一系列剧里面有不少美人 但是邓杰的颜值和他们相比 完全不落下风 邓杰的小圆脸清秀甜美 单放眼又带着几分伶俐 这种反差感让她的气质显得格外独特 可是当年张国立因为和邓杰经常在一起拍戏 在剧组老是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 为了不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 张国立直接让编剧在第三部末尾 把一飞这个角色给挟死了 可这一操作直接引起了观众不满 更有观众放出狠话 如果第四部没有邓杰 以后直接不看了 迫不得已张国立只好又把邓杰请了回来 让她在第四部演和一飞一模一样的侠女林峰 虽然林峰和一飞长得一样 但是观众总感觉林峰没有一飞漂亮 而且看上去好老气 加上到了第四部故事 也开始有助水炒冷饭的嫌疑 最后观众评价也一般 也结束了这个系列 不得不说看了这些续集角色对比 电视剧的人设和孵化道水平 对演员颜值影响太大了 即使是同一个人 也会因为孵化道的差距 颜值天壤之别 对子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剧留言一起讨论 每平晓的游戏 我努力练习 反抑都反抑都没呀 我唱 접종 go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